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 人文交流是推进器 我们不能把压仓石丢掉 也不能让推进器熄火 而是要在巩固现有合作的基础上 着眼新的现实 做出新的规划 积极寻找和扩大利益的汇合点 不断拓展新的合作利益 要顺应两国人民的愿望 鼓励工商科技教育旅游文化青年地方等各个人的交流 而不是人为的设限设卡